12月30日上午歌手谢娜的新歌《小风筝》上线 娜姐以妈妈的身份给女儿们送上这首歌 歌词契合意境 表达妈妈对女儿们的爱 将孩子们比喻为小风筝 妈妈会永远守护他们 同时鼓励女儿们快乐开心勇敢成长 未来找到爱她们的男孩 谢娜的歌声温柔 舞台上活泼可爱的娜姐和娜妈咪简直像两个人 比较惊喜的是 谢娜的这首新歌《小风筝》 配唱制作人是张杰 夫妻俩再度合作为女儿们送上一首歌 真的是温馨有爱的五口之家 新歌MV同步上线 谢娜揭秘MV中的所有画作是跳跳跳跳的作品 《小风筝》是唱给孩子的歌 对我来说最特别最有纪念意义的MV 因为里面所有的画都是跳跳跳跳跳画的 后期制作让这些画动了起来 跳跳跳跳跳很喜欢MV的制作询问妈妈为何自己的画会动 谢娜回答 因为妈妈有神奇的魔力 太阳女神还是那么暖 用各种温柔的方式和孩子们互动 也让女儿们更加投入 变得活泼阳光 快快乐乐成长 张杰转发博文为老婆宣传 善良的人会有善良的缘分 《小风筝》MV同趣满满 歌迷朋友们会被谢娜温柔的嗓音治愈 MV场景中有绿意盎然的温室 月亮以及风筝等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充斥着整个房间的画作 三岁多的跳跳跳跳画作尽管稚嫩 用色却很鲜艳 使妈妈心中的宝贝 价值连城 值得珍藏 以前谢娜的歌声并不惊艳 反倒这首送给孩子的歌十分出彩 那姐内心还有个歌手梦 主要是家中有个好老公 在张杰的调教和指导下唱功越发精湛 能够暖化妈妈们的心 自从快乐大本营停播以来 谢娜露面的机会也不多 近日网传你好 星期六将接替快本播出 主持阵容只剩何久 近几年快本的口碑差强人意 但是陪伴观众24年的节目 无声无息的落幕 多少有点难以接受 尤其是快乐家族无法再合体 真的很遗憾 没有工作形成的谢娜 将大部分心思投放在家庭上面 拍摄walk记录为女儿们做菜的日常 娜妈咪入的厨房 出的厅堂 是真正的贤妻良母 今年生下二胎女儿小布衙 有女万世族的张杰谢娜更享受温馨的家庭生活 尤其是谢娜 喜欢用文字记录女儿们的日常 张杰谢娜已经携手走过十年婚姻 感情稳定令人羡慕 早前谢娜专心打拼事业一直没有生育计划 高龄生下三个女儿 跳跳翘翘已经是大孩子了 却依然是最温暖妈妈的小宝贝 张杰谢娜从未公开孩子正脸 包括谢娜的书中晒出的照片都是孩子们的背影照 据媒体拍到的照片来看 一个像爸一个像妈 性格亦是如此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